俄乌战争打了这么多天 世界目光都被吸引到了乌克兰地区 但在人们没注意的亚洲地区 有这样一个国家 长期悄悄的发展高超音速武器和相关技术 等人反应过来 发现他们已经进入到了实用化型号的研发阶段 据说在2026年就能装备第一种高超音速武器 实现对离岛的高超音速武器 高速攻击 放眼全球 这个国家的高超音速武器技术 虽还比不上美俄等大国 但有梦去追的做法还是很好的 而这个国家就是一直狗生存谋发展的日本 我们带着疑惑去看视频 可以帮助大家更好的理解 什么是高超音速武器 日本的高超音速武器是怎样发展的 为什么造不出来 以及它们是如何防御高超音速武器的 天下武功唯快不破 这话用来形容高超音速武器再合适不过了 从本土发射可以突破敌方拦截系统 一小时内能打击全球任何目标 当你真正拥有了高超音速武器 那是腰不酸了腿不疼了 说话也硬起来 而像这种前沿科技武器 是怎么也绕不开美额的 俄罗斯的高超音速武器不得不说是真的厉害 并且已经运用到了实战 2022年3月19日 俄罗斯就用匕首高超音速航空导弹 摧毁了位于乌克兰的一处乌军大型导弹和航空弹药 这也是人类首次将高超音速武器投入实战 到了美国 虽然没有投入实战 但是美国不差钱 美国的军事预算要比俄罗斯多了十倍以上 因此对于高超音速武器的研究也是多处开花 大手一挥便有了美空军的AGM-183A 据说这玩意儿能飞20马赫 美陆军的LRHW陆基系统 能够发射高超音速CHGB弹道导弹 以及美海军的弗吉尼亚级多用途潜艇 也将成为首批高超音速导弹载艇 一下就让人知道什么叫有钱任性 而关于日本在高超音速武器上的研究 说实话日本并不算弱 至少在相关材料和动力装置等子系统方面 还具备相当雄厚的技术优势 尤其是近年来 国防逐步正常化的日本 已经想着法的将这种技术潜力 向着武器装备转变 甚至还明确的表示 我们要研制出属于自己的高超音速导弹 最后通过层层筛选意见汇总 最终日本高层达成共识 就是通过多个不同的项目 同步发展高速助推滑翔导弹 与高超声速巡航导弹技术 虽然日本自己说我们研发先进导弹 就是单纯的满足离岛作战任务的需要 但是高超音速武器的特性摆在那儿呢 再不懂军事的人也知道 这已经对周边国家的安全构成了威胁 火力军再从时间上给大伙捋一遍这事 从20世纪80年代 日本就已经开始了高超音速武器的谋划 先后通过轨道飞机 空气涡轮冲压发动机等项目 积累相关技术经验 并在1994年到1996年间 先后完成了返回式飞行器轨道载入实验 与高超音速飞行器飞行实验 甚至在2003年还获得了巴马赫条件下 世界最高的等效推力 这些都为日本发展高超音速武器打下了良好基础 到了最近几年 日本在军备领域表现的比较活跃 并开始提出发展高超速武器装备的计划 2016年的中长期技术规划 就对未来二三十年的武器装备 与关键技术发展进行了规划 其中的离岛作战成了讨论的热点 他们认为假想敌会入侵离岛 因此日本需要具备快速反应与灵活机动能力 而日本当前的精确打击手段 主要依靠的还是亚音速巡航导弹 不仅打击速度慢 而且容易被拦截 战场生存能力差 难以进行有效威慑和拦截打击 有它没它没什么区别 所以就需要全新的高超音速打击武器 来满足离岛作战需要 基于这种需求设定 日本迅速披露了多个高速高超声速导弹的研究项目 其中最大的特点就是同步进行 高速助推滑翔导弹与高超声速巡航导弹 搞明白了不 其实日本很早就有相关的技术积累 所以火力军说它不弱 但同时也强不了太多 你知道日本为啥一直搞不出来吗 先看看这个高速助推滑翔导弹 第一个难点就是滑翔弹头的外形设计 这种导弹是在地空拦截弹难以拦截的高度 以超音速滑翔 在最短时间内攻击目标的导弹 这就要求高速助推滑翔器能在空气稀薄的高空进行滑翔 与普通飞机飞行的空域不同 这种高度需要引入临近空间的运动算法 结合反复实验才能得到满意的弹头外形方案 虽然这和载入式轨道飞行器的设计状态类似 并且日本已具备一定的设计和实验基础 但也只是类似 同样是需要重新测算的 而且日本还需要设计研发出适应超音速飞行的耐热结构 材料以及降低RCS的技术 虽然是高超音速武器不那么隐身 但要是能做到两者兼备岂不美哉 第二个难点就是滑翔飞行的导航和控制技术 滑翔弹头在高空可以采用ACS来进行飞控 但是到了高低空过渡区 就需要翼舵和ACS相互配合来进行飞行控制 因此需要开发出相应的精准控制技术 况且高超音速飞行产生的高温 会导致空气离解和电离 会在飞行器外部形成等离子体翘套 从而干扰甚至阻断无线电信号的传输 严重一点甚至会影响飞行器的导航与控制 你说不解决日本能造出来 第三个难点是高性能火箭发动机助推技术 为了确保滑翔弹头能在最佳轨迹点释放达到预期射程 就要求助推器拥有灵活的推力调节能力 或采用多级推力可变的脉冲式火箭发动机 并具备多次点火能力 这不是难为日本的吗 毕竟日本是没有大型风动的 根本无法完成高超音速导弹的模拟实验 你让日本怎么修正数据呢 火力军在这里插一嘴 风动对于航天工程是非常重要的 美国曾经研制B-520 就曾经进行了大约1万小时的风动吹风实验 甚至到了现在 在不同领域上都有风动的运用 像桥梁设计 跳台滑雪运动员等 都会利用风动来探索并掌握最优的解决方案 可以说 风动实验的技术水平 体现了一个国家航空航天飞行器发展的总体技术水平 所以日本只能去找别人借 可谁愿意呢 好了 咱们拐回主线 说说日本另一款高超音速武器 高超音速巡航导弹 相比助推滑翔型导弹 这种导弹可以通过发动机吸收空气中的氧气 相同的射程相同的平均速度 其弹体可以做得更小 就比如俄罗斯的高10高超音速导弹 都能撞到护卫舰的垂发系统上 你说牛不牛 但是研制它的难题 却一点不比助推滑翔型导弹少 首先也是最致命的难题 超燃冲压发动机 其制造难度有人形象地进行了比喻 制造它宛如在飓风中点燃一根火柴 其难度可见非比一般 你只有拥有能长时间运行的超燃冲压发动机 才能让导弹实现高超音速巡航 而俄罗斯之所以有像高10这样的接近装备的高超音速武器 很大一部分都是减了苏联的便宜 再加上俄罗斯本身非常重视这类的武器 就这么摸索摸索搞出来了 其次是如何保证在长距离的飞行中提供足够的冷煤 来对发动机等高温部件进行冷却 你觉得日本能不能按时列装呢 我李军还看了日本媒体自己报道 他们即将装备的高超音速导弹 射程和速度会比俄罗斯的高10导弹大30% 在陆基型的高超音速导弹列装后 日本还会将其改造成由F35等战机携带的空射信号 理论上弹体速度是5马赫弹头15马赫 10秒内能到达千岛群岛 6个小时就可以环游地球一周 不得不说真到研制成功的那一天 日本周边国家的防空系统将会承受巨大的压力 我们回顾一下日本高超音速导弹的大体思路 先发展早期装备型助推滑翔导弹 同步攻关巡航导弹关键技术 在发展性能改进型助推滑翔导弹以及巡航导弹 有没有觉得十分眼熟 这和美国2018年披露的高超音速导弹发展路线如出一辙吗 首先是在现有弹道导弹的技术基础上 发展追形弹头的高超音速助推滑翔导弹 其次在发展楔形弹头的 最后在搞高超声速巡航导弹 奇怪了 我们平时对美国的印象不都是直接掏钱搞出成品吗 这次怎么还分三步走了 究其原因 在高超音速武器领域 美国前面有个俄罗斯 而且俄罗斯的匕首 先锋 告尸等高超声速导弹 已经陆续服役 甚至已经参加了实战 鉴于这种武器的强大性能和威慑价值 美国迫切需要尽快装备自己的高超声速导弹 在多项高超声速关键技术仍有欠缺的情况下 不得不根据成熟度确定发展优先级 形成了三步走的发展模式 日本也同样如此 既然日本没有搞出来高超音速导弹 再加上日俄的关系 懂得都懂 日本是如何防范高超音速导弹的呢 按照日本防卫省的说法 我们正在考虑使用无人机 低轨卫星群 以及海基宙斯盾系统的组合防卫配置 来应对来自他国的高超音速武器威胁 刚才王大爷还问火力军 雾霾是不是高超音速武器的克星 火力军一时雨色 这个咱们放最后聊 为了应对未知的高超音速武器 日本可是煞费苦心 前些年先是大力推进早期弹道导弹探测 无人机挂在红外传感器 进行导弹预警方面的研究 并且还真让他们搞成了 2019年底就完成了相关技术验证 同时日本政府还致力打造了一个数量庞大的低轨道小型卫星群 作为侦测高超音速导弹网络的一部分 争取在第一时间通过空天一体化的侦测网络 获得对手发射导弹的数据 这样就可以为下一步的拦截行动 争取足够的时间 并且在拦截端 日本打算继续强化现有的多层弹道导弹防御系统 就是声声级好接受空天预警网提供的情报 日本借助美国技术和装备自己开发的弹道导弹防御系统 是以装备了宙斯盾系统的驱逐舰为基础 搭配上爱国者PAC-3型防空导弹 构建起来的两道防卫屏障 当有对手向日本本土发射弹道导弹时 日本海上自卫队的宙斯盾驱逐舰会率先发起攻击 使用的拦截武器是美国专为日本开发的SM-3BROKE-2A型防空导弹 它实施的是中段拦截 主要负责拦截在大气层外飞行的弹道导弹 一旦中段拦截失败 爱国者防空导弹就会接受工作 用于拦截末端飞行的弹道导弹 但是现在不一样了 这个防御系统现在除了要应对弹道导弹外 高超音速武器也开始成为它的主要防御对象 当然日本会将这个防御系统与前面说的空天预警网连接到一起 从而形成一个全新的防御系统 它们将成为综合防空和导弹防御系统 名字怪长 就是不知道实战咋样 也没人试试 在这套系统中 日本还打算引进美国的SM-6型防空导弹 因为这款导弹被认为是美式装备里 拦截高超音速武器性能最佳的一款 最大的飞行速度有3.5马赫 总而言之 言而总之 日本为了拦截高超音速武器 在原有的弹道导弹防御系统中 加了更多的眼睛和拳头 让其能更早的发现目标 从而提前拦截 你说这算不算和俄罗斯学的 俄罗斯在武器上就爱搞这套 质量不行 数量来凑 就比如俄罗斯的近防炮AK630M2 别人都单管 就它能整个双管 每分钟大概一万发 就离谱 日本想要靠这套系统拦截高超音速武器 不能说一厢情愿 只能说希望不大 高超音速武器拦截 至今仍是一个世界级的难题 但不是说这类武器不可拦截 只是目前的技术手段很难 其实美国在研制高超音速武器时 也在同步进行此类武器的拦截测试 按照美国给出的答案 要想对付高超音速武器 除了建立庞大的天机卫星群 和空地传感器网络外 还必须使用诸如定向能量武器 或者电磁盘这类反应块 打击块的武器 才能起到一定的效果 马斯克的星链计划 不会就是在铺路吧 想想都觉得可怕 当然你可以选择使用高超音速武器来拦截 毕竟只有魔法才能打败魔法 显然日本并不具备这样的能力 至少日本现役的武器装备是做不到的 那么雾霾真的能拦截高超音速导弹吗 之前是雾霾防击光海带缠潜艇 现在又来了个雾霾反高超音速武器 这些网友真是越来越难带了 火力军查了查发现 美国智库确实发表过一份名为 复杂防空对抗高超音速导弹威胁的报告 报告提出了应对高超音速武器的区域范围杀伤机制概念 就是在高超音速飞行路径前方的空气中 填充小颗粒物或高功率微波来降低导弹的性能 或是导致它直接失效 这才有了网友口中的雾霾反高超 既然是报告肯定是有几把刷子的 它的理论基础源自美国空间系统司令部进行的几项早期研究 这些研究发现大气中的灰尘 雨水和其他颗粒 能够从高速的飞行器上磨损掉大量的表面材料 因此构想出一种新概念武器 21世纪高射炮 专门在高超音速导弹前方的广阔大气中 广泛布散大量微小颗粒 可以是金属颗粒或者是其他物质颗粒 结合牛顿第三定律就是说 高超音速导弹在极端速度下通过颗粒云 会导致其自身结构损坏 从而发生不可预测的空气动力学效果 或者热效应 这概念的思路是 我们不必彻底摧毁高超音速武器 只需改变其弹道 使其无法达到预定目标就可以了 不得不说 这份报告的概念原理是说得通的 但高超音速武器之所以难拦截 就是因为它的轨迹范围非常大 日本总不能为了打掉一枚高超音速武器在全国上空弄一团微粒云吧 日本本来就缺金属原材料 搞一团微粒云还不如直接引爆富士山呢 关键是代价太大了 接受不了 CSIS的另一种思路是利用微波武器发射出强大的微波能量 破坏掉导弹内部的电子设备 让失去制导的高超音速武器沿抛物线掉入微粒云区域 来完成上面的构想 甚至还规划出了一种模块化的有效载荷 就是让拦截导弹能携带微波武器 爆炸碎片弹头 撒粉弹头 动能拦截器等多种武器 制定灵活的拦截计划 不得不说 美国人确实喜欢模块化设计 但是这些都还停留在纸面上 你怎么把21世纪高射炮搞出来 又怎么提前知道高超音速导弹的运行轨迹 好放置微粒云 更不用说模块化的拦截导弹了 因此 日本的高超音速武器短期内 很难有实战化的效果 至于今后会怎么发展 火力军觉得 日本前期既然积累了一定的载人飞行器和飞行实践经验 那么研制高速助推滑翔导弹的难度会低一些 因此可以优先发展来完成军备需求 至于高超音速巡航导弹 就只能慢慢磨了 不解决超燃冲压发动机的问题 一切都是白搭 目前的日本 无论是技术还是基础设备 都不足以完成相关实验 因此 日本需要长期持续性的资金投入和技术攻关 才能具备武器化的基础 好了 关于日本高超音速武器发展 您还有什么要补充的吗 欢迎在评论区留言告诉我 本期视频内容就到这里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